树林秘境你去过吗 双北地区早期最大荷花池 就在树林大汉西左岸 因时间逐渐化成为废堂 为了找回当初新兴向楼的景色 新北市高滩厕以低强度为开发原则 打造新型岛屿与环池步道 新北市长侯友宜三日率先勘查 直呼除了先前的木星池 再加上荷花池 树林真的越来越美丽 双北最大的荷花池 自在营留这个地方 那因为干掉了 就没有再重新把它做起来 那这一次高滩厕花了很大的心血 希望能够用朴仁木的艺术装置 来结合我们的荷花池再现 那总算把它完成 其实已经完成一段时间了 那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要借着 大家的宣传的力量 让大家来爱上我们苏林的河滨公园 真的很漂亮 非常漂亮 由于这里面有很多运动设备设施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艺员都来争取过 也来使用过 那其实是一种全年共农的 很棒的一个公园 另外高滩处以台风过后 搜集到的漂流木为设计素材 经过一连串的加工处理 打造成为大型装置艺术 让生态修气与艺术相结合 再现三家荷花池的独特景致 那有游戏场 那也有这个艺术 那还有很多的这个花木 还有很多的生态都可以来享受 所以其实今天最重要是来看一看 把这个我们最美丽的横花 以及岁年 包括我们的宗族意识 能够献给我们树林人 也欢迎新北市的所有人 还有全台湾民众 都可以来看到我们树林之美 高滩处的荷花池 点上魔法摇身一变 蜕变成为另一处树林新灭境 此后的时光 有空就来悠悠漫步吧 记者在您家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